親自接幕林佳龍特地來淡水 另一邊還有桃園市長鄭文燦 不過兩人沒互動 畢竟坐在不同邊 只是林佳龍名字又出現在民調裡 新台灣國策智庫看綠營台北市長人選 林佳龍獲得18.6% 陳時中24% 至於前副總統陳建仁 則是31.4% 是三人裡頭的最高 不少媒體也跟進 幫陳建仁大幅報導 林佳龍聽來很淡定 但針對台北市長 之前才說民進黨應該要反省 24年台北為何都沒推出适合人選 卻也引來自家前立委段一康的回酸 林佳龍總說他的任務就是要替台北市民找到好市長 那能不能這樣解讀 可以解讀說你不會參選台北市長嗎 我現在的角色就是選隊會的成員 那就是開放的來評估各方面大家推出的一些建議的人選 沒正面回應這相較之前被問是不是不會選新北 林佳龍直接回答對 似乎在台北這的不離讓 很想成為 當仁不讓 TVB新聞洪富華台英倫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